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民 为何谈海色变 本是正常海鲜交易 却有人从中作梗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他带着手下马仔呢 控制了江红的海鲜收入市场 百人盘踞海上 市场凌弱 垄断交易 看湛江警方如何乘风自浪 剿灭海拔 广东公安破获首例海上射黑 南越警示剿灭海拔 即将播出 直击现场震慑犯罪 弘扬正气服务社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南越警示 2017年 一个举报电话 打到了湛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举报的内容非比寻常 举报人在电话里实名举报 一伙涉黑恶组织 长期盘踞在 碎西江红码头和江红海鲜收购市场 而被举报的涉黑恶组织 头目 正是碎西县江红镇的某村干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的 而可以说是 他是做过一个准备过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身着很干净 衣着很干净 而且打得香水 眼睛长得比较 我们白话就叫做比较靓仔 眼睛比较金刚 而且他的表情是很轻松 很漫无在乎 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事 眼前的这位显然是有备而来 言谈局只从容淡定 就像是赶赴一场聚会 而不是到公安局配合调查 他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的一个电话 开始说起 江耀宇组织中心 2017年6月的一天 湛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值班电话 突然响起 这是一个投诉电话 投诉的内容却是非同寻常 投诉说碎西江红 有个叫梁怀的男子 他的长期霸海 欺压百姓 他带着手下马仔 控制了江红的海上收货市场 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渔民的正常生活 而被投诉人的身份 更是让办案民警感到十分意外 这个梁怀男子是江红水库村的村长 村干部 一名村干部 怎么会欺压当地的渔民呢 而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 梁怀看似配合 却又答非所问 他就说到他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伟大 如何如何的 很有多啊 然后又讲义气之类的 但是一涉及到那些违法犯罪方面 他就否认 湛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迅速组织警力 前往案发地湛江市最西县江红镇进行调查 江红镇三面临海 红波滚滚 顾名江红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渔业镇 盛海优质的汉仙 其中以红鱼 马胶鱼 花蟹 海螺最为出名 当地的居民也多以渔业为生 办案民警认真查阅了当地二十多年来的案件卷宗 发现在这起投诉之前 已经有十几宗同样的内容投诉 都直指同一个人 梁怀 而海霸一词 最早出现在1999年1月16日的 一起对梁怀一伙人的投诉中 距今二十多年了 卷宗显示当年的投诉已经撤销 为什么事隔多年又再次出现了呢 当年的受害者还健在吗 组织者领导者 明确就是梁怀 因为这个案子之前是没有经营过的 它是阻放梁怀到案之后 我们才深挖出来 这个黑社会同伙的 因为他一到案了 他的同伙成员 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 逃避 有的人去恐吓相关的员员 所以导致我们的取证囊 还有就是追逃囊 一开始就进展的比较化妄 因为我们前期对这个人就不掌握不了解 虽然对案件的侦破难度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在取证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还是出乎民警的预料 和受害人的交谈 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 然而让受害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受害人借故离开了家 这让办案民警十分无奈 办案民警周永宏在取证的过程中 也同样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他年纪别大了 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 所以我们调查他快七十岁了 然后去到通过一些关系 找到他家里人的时候 他家里人把门关了 他这种关系来调查 他把门关了 我们就了解他 他有一个喝茶 喝早茶的习惯 就早上喜欢去 我们广多人有个地方喝早茶 特别是年老的人 就聚在一起喝早茶 直到以后 我就每天早晨就这种起床 就去那里等他 每天早上去 连续等了他 一十七天 一十七天 每天早上去等他 等他以后呢 他喝茶的时候 我就过去过去 过去套禁服 在周永红的不断劝说下 于伯才慢慢放下戒备 打开了他心里 埋藏多年的心结 指控梁怀的海霸恶行 明天早晨就这种起床 在外面早晨就这种起床 在外面早晨就这种起床 让我放下戒备 因为如果选择 也不去选择 那不一口了 也不去去 就有了 我从前期没给我们 如果叛人想 我在当场是吧 如果有人 我画这一点 也毫 더л说кий 父母跟起传 他就是购买 직特派 没有钱 他叫nent big λέ人家 切几个买 发 到了 说把实产 好好喝 也会够 300- Kid Nathan 把中国菜 把土豆给出 把 Fourça incentive 要不要钱 saw one 准备 它 他脑壮 背 有很多个案是发生在海上 在茫茫大海上面 往往只有受害者跟他们行为双方 有时候他们如果不肯承认的话 这个个案就先对政绩的博弱了 在走访取证过程中 办案民警不仅要克服来自受害者的重重阻力 更要面对凶险的大海 当时是为了去找一个渔民 晚上突然这浪很大 因为他在船上这个渔民我们想取证 我们出海的时候我们又当时风平浪静 我们就租了一个飞艇 飞艇就比较小 我们当时就去了大概是三四个人 然后加上边防派人手的 大概一两个人就带我们去 我们去了差不多20海里 外面因为他捕育在外海 那个浪就开始大 就看到船在前面但靠近不了 差点船被打翻了 我们就跟着我的同志毁灭了以后 我那时候我都后怕真的后怕 因为当时一起想的就是想怎么去取胜 但同时又要江国队人的安全 但没想到浪会突然那么大 那个船差点被浪再打翻了 海上浪打翻了以后你会游泳都没用了 就差一点你打翻了 那小飞艇打翻了 打翻了以后我们一船人肯定都没有 但当时浪也差不多四五米高 整个浪打起来的时候 那个船都一到浪尖上去了 突然之间那里浪风气太大 浪太大起来了 把两只手都抓到那个船边 然后你用腿 搅着我的腿 我的腿 搅着你的腿这样子 稍微松去一翻过去 翻下去了 在办案民警努力下 越来越多的受害人终于打破了沉默 开始讲述那一段心酸的过往 办案民警调查走访了近三百多户渔民 其中有六十多名渔民 指控梁怀团伙的海霸行为 一个盘踞当地近三十年 垄断海上交易 先后有一百多人参与其中的团伙设黑暗 渐渐浮出水面 他从九十年代开始 就是纠集那些他身边的 信得过的那些他的亲人 亲戚 另外的那个社会上的人员 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员 他是专挑那些有暗地的 有劣迹的 越凶长越凶暴的那种 他就更喜欢 1996年 梁怀与外地黑恶势力合作 并网络家族成员 和一帮社会闲散人员 以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 飞跃公司为名号 盯上了江红镇的海产品螃蟹 江红主要的海产品 是螃蟹量是最大的 然后利润也是最高的 他首先看中这种 然后他就走之了 通过马载把江红 所有收购航系的收购商 还有在江红 采海的就是捕捞的 外地船的 特别是连疆集权的 那些船家 全部集中在京海岸 开会 赛马 所谓赛马就把他的 所有的马载 全部集中在那里 叫他所有人过来开会 开会的目的 干什么呢 说以后你们的江红的螃蟹 你们这些收购商 必须要卖个五 但是这些人肯定有人反对 对不对 他反对的时候 他们就用什么呢 一个威胁 恐吓 只要是他控制船 他都插上一个黑旗 别人一看 这是梁淮 这个糖果控制船 都没人敢靠近 就是渔民 他比如是正常交易 他卖个收购商 大概是在 七八块钱左右 但是如果卖个梁淮 就是大概是四五块 这个样子 就是少大概是两到三块钱一勤吧 梁淮以开会的名义 将海鲜收购商召集在一起 并让自己的马仔将会场团团围住 震慑威胁所有的收购商 用武力让他们屈服 破于梁淮团伙的淫威 收购商只好将螃蟹低价卖给梁淮 通过这样的垄断 梁淮及其团伙获取了巨额利润 他名下经其中一个账户 从2005年到2014年的非法收益 就高达两千多万元 梁淮团伙适用暴力 控制住江峰得到螃蟹市场后 开始将同样的手段复制运用到其他的海产品上 梁淮他是看到什么资钱 看到什么赚钱 他控制哪一方 到了06年开始 他又发现江峰的海螺资源不错 就以莫须有这块海 都是我承包的方式 让外面的所有螺团禁运 到江峰海域莫螺 都必须经过他 你摸螺螺必须要卖给我 用这种方式 又控制当时的江峰的海螺市场 梁淮团伙牢牢地把控着江峰的海鲜 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 强行收购渔民捕捞的海鲜 在高价卖出 这让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民苦不堪言 收购商更是损失惨重 通过非法手段垄断海上交易 梁淮掠取了巨大的利益后 开始在江峰一带横行霸道 梁淮喜好女色 常常通过一些手段 对当地有姿色的妇女 进行猥亵和调戏 这样的行为 让江峰镇的女性十分惶恐 对投诉和上访的居民 梁淮并不直接对付当事人 而是通过胁迫其家人 让当事人撤销投诉和上访 梁淮的名字成了当地居民心中的魔鬼 群众敢怒却不敢言 以至于多年无人敢于揭发 他这个人一个爱好色好酒 所以说在江峰一带人都很怕他 怕他喝酒 喝完酒以后调剂妇女 猥亵妇女 当时在江峰一带 老百姓都传话 只要梁淮一晚上出来喝酒 一些女孩子 九点之后都不敢出门了 都害怕他这种程度 通过近半年时间的深入摸牌走访 收集相关证据 2018年1月11日 湛江市公安机关 对梁淮犯罪团伙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 立案侦查 湛江市公安机关 侦破梁淮团伙 各类刑事案件38宗 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强迫交易 强奸 职务侵占等 22种罪名 2019年4月14日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终审裁定 判处梁淮有期徒刑 25年 并出罚金人民币205万元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政治权利4年 余老伯今年已经80岁高龄 虽然再也不能陪儿子出海捕鱼 但他还是割舍不下对大海的依恋 如今的江峰镇又恢复了曾经的宁静 随着满载的渔船归来 渔民们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经过三个月的休养生息 江洪镇的渔民们迎来了又一个开海的日子 随着海霸的覆灭 他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启 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篇章 广东公安也将继续扫黑除恶的步伐 为建设平安广东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努力奋斗 紧急的报警电话 逃出贼窝的被害人 消失的报警人 无迹可寻的内鬼 警察里面有我们的人 我们已经知道了 拘禁殴打 威逼胁迫 洗脑培训 捕获人心 他们在传销组织里面有这样一个口号 就是说能够一道产品 能够开走一辆宝马 看死刑警方如何抽丝剥茧 寻现追踪 一局铲除黑恶势力传销组织 南越警示消失的报案人即将播出 直击现场震慑犯罪 弘扬正气服务社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南越警示 2018年10月中旬 韶关市史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办的民警 在侦查一宗涉黑恶案件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个给他们提供线索的报案人 突然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您好 打了几个电话不接之后 我们当时就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报假警 刘超阳是韶关市史新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民警 就在几十分钟前 这个电话号码的使用者向史新县公安局报警求助过 刘超阳正是当晚的值班民警 他刚接到电话时以为是一宗普通的案件 但报警人的遭遇却让他大吃一惊 现在刘超阳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 但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号码却始终打不通 据报警人反映 他被一伙人非法拘禁了二十多天 直到今天才逃了出来 此外 让刘超阳更为震惊的 还有这句话 报警人在电话里向民警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二十天前 他坐上了由北京开往韶关的列车 他此行的目的是来见自己网恋多时的女友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被传销组织团伙非法拘禁起来 并经常遭到暴力殴打 自己被迫交出四万多元钱后才利用团伙的疏忽逃出虎口 而且这个团伙里面还有很多受害者 传销是指一种组织者通过发展人员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骗取钱财的活动行为 属于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对象 鉴于案情事关重大 实行警方迅速派出民警对此进行专案调查 虽然报警人因为不熟悉路线 无法具体说清该传销组织的所在位置 但根据他电话中对周边建筑物的描述 民警们连夜展开了侦查 因为害怕打草惊蛇 引起传销组织成员的警觉 从而转移窝点 民警们的侦查十分谨慎 侦查了几个疑似地点之后 民警并没有发现这一传销组织的踪迹 是他们藏得太深 还是报警人所说的地点出现了偏差呢 为了获得更多清晰的线索 民警试图再次与报警人取得联系 但几番拨打后 对方的手机号却一直没人接听 黄某文的突然失联 使得办案民警的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 案件刚刚摸到一点线索 报案人就消失了 他到底是如警方猜测的 被传销组织抓了回去 还是有人打电话报假警呢 就在刘超阳一筹莫展之际 报案人的电话竟然又接通了 黄某文在电话中称 民警中有内鬼 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陷入传销组织的手中 此时的他如惊弓之鸟一般 根本不敢再与民警有接触 刘超阳凭借着职业的敏感性 认为黄某文这种想法的背后 肯定存在着某种蹊跷 他决定先稳住报警人的情绪 然后再慢慢了解情况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就是坐车 坐车去上班了 然后买车票就回家了 回去了 黄某文说 他准备乘坐明天的早班火车返回北京 现住在韶关市区火车站附近的某宾馆内 刘超阳决定立刻驱车前往那家宾馆 找到黄某文 刘超阳与其他办案民警来到了黄某文的宾馆住处 开下门 有次过来找你 我们关机的 你开下门 我们跟你讲一下 我们经过询问才了解到这是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段 受害人离开这个地点之后 在两个小时左右之后他们就会打电话给受害人 然后就是骗受害人来那个说你是不是报警了 我警察里面有我们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报警是没用的 来那个恐恶受害人 其实目的就是不让受害人报警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 刘超阳才明白原来此前黄某文所说的警方内鬼 纯属乌龙事件 最终在民警的解释安抚下 直至凌晨三点 黄某文才打消了害怕传销组织前来报复的思想顾虑 并同意随民警返回死心 协助进一步的调查 他的思维是比较有一点仿常 跟常人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毕竟他在这个窝点里面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说在里面受到的是非议人的待遇 传销往往和洗脑发财梦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 是一种建立在精神控制基础上的致富骗局 他用欺骗的方式不断发展下见人员 而被骗拉入的新人 往往会遭到非法拘禁和暴力殴打 是通过那个发言巧语或者那个骗术 将你从家里骗到传销污点 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你的那个钱 或者通过你将家人的钱骗到这个传销污点 黄某文一到死心就被引带到了室内进行拘禁 他对自己所困的非法传销污点位置没有多少印象 所以我们带他去逛了一圈我们死心县城 他也找不到当时他究竟是在哪一间屋子里面被人拘禁的 黄某文说 当初他是乘坐大巴从韶关市区来到死心汽车站的 而前来迎接他的正是此前在网上认识的那位女友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见面 有两个 他和另外一个女的 但我不认识那个女的 他之前也没有收起过 后来他们坐上了一辆小车去到另外的巷子里面 但具体的车牌号码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那辆车的颜色是灰色的 结合黄某文提供的时间点 以及当时三个人的衣着体态等特征 民警调取出了汽车站附近所有的监控视频 试图寻找并还原出他们当天的行动轨迹 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方查汽车站周边的视频监控 因为当时的人数也太多 而且我 所以这个排查力度相对来说比较难 专门派了四五个侦察员在那里看视频监控 可以说是完全目不找睛的在那里盯住那个情况 警方结合地图还仔细分析了黄某文等人 从始星汽车站出发可能行走到的每一条线路 终于民警在离汽车站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监控中 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我们就看着这两名女性跟黄某文打完招呼以后 就带着黄某文穿过我们的一条马路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看到 黄某文等人下了车后走了几十米 便左拐走进了巷子里不见了踪影 专案组随即派出巡查民警来到小巷进行了实地勘查 发现这里密集的并排着数十栋出租楼房 终于确认了黄某文陷入非法传销窝点的具体位置 可考虑到传销案件的侦破往往需要一个比较严谨的侦查取证过程 史兴警方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先搞清楚这个传销组织在史兴的人员组织架构以及分布情况 具体核实涉及参与传销人员的身份和查清他的非法资金流向 下面业维呢 所有的那个那些钱都会堆积到金字塔的顶端 然后他们那些邀约过来的新能也好 他们口头上答应会给他们提成 但是都是一个空头指标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还掌握到 该非法传销组织内部有着一套完整的职位晋升和利润分成结构 级别越高获利越多 从上到下设置了业务总管 业务经理 业务主任 业务代表 业务员 五个级别 而犯罪所得的钱财 由主任网上逐层绞交 他们自己称呼为他们的传销窝点 就成为一个家庭 然后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家长 就是他们所谓的主任 那个每个主任他都会 委托一个比较资深的业务员 作为管家 就管理那个里面的成员的生活齐驱 包括保管那个家庭的钥匙 以此为切入口 警方又掌握到了同在该县城内的另外一个传销窝点位置 当天下午的摩排 我们是怀疑了有四个点 相对准确的位置的这两个点 并且这两个点通过我们的摩排 也能够基本稳合我们王某那里所获取的那个信息 2018年10月12日晚 史经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抓捕民警分两组 对这两个窝点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行动结束后 犯案人员连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审讯 从他们的供述中 民警又掌握到了另外三个窝点的相关骨干成员信息 随后 专案组成胜追击 在经过持续半个月的调查追踪后 逐一将其端掉 至此 这个盘踞在史兴县进行非法传销活动的恶势力团伙 被成功铲除 警方共端掉五个传销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 解救受害人6名 缴获手机银行卡 及洗脑培训资料等作案工具一批 南越警示稍后继续 广东卫视与广东石温九舍集团 携手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长龙青子巡游开始啦 来长龙 是五大者电 玩摇滚巨人 自驾游野生动物世界 看无敌大电影 在我们想跑 幸福快 长龙 南越警示马上播出 目前相关涉案人员 已被史新县检察院 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抢劫罪 非法拘禁罪 依法提起公诉 据了解 该团伙主要是利用网络 以交友招工等名义 将被害人骗到传销窝点的 那么传销组织 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手段 把一个个新骗入的人 拘禁起来的呢 原来 该非法传销组织 是假借着天津天师生物 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新来的成员 推荐一款名叫 时光倩影的护肤化妆品 进入窝点见面后 便采取殴打恐吓的方式 胁迫他们购买加入 并继续拉人头发展下线 他们对那些受害者宣称 说这个化妆品还没研发出来 实际上这是指这个借口 实际上没有这个实物的 价格是2800元每套 这些钱都是从受害者身上 收出来 然后让他们被迫购买这些 那些产品 来获得他们的加入资格 这个就是说跟他们去说 就是说我们是以那个化妆产品 就是说一套是要加入 是2800元 但是不是说不是未来的化妆产品 是后面的那些事业 据黄母文说 起初他们在认购这些产品时 还被迫签下了一份 所谓的业务员申请表 并承认一切行为纯属自愿 而为了让新来的人 能够心甘情愿的认购产品 传销组织里 还有一套自己的致富理论 他们在传销组织里面 有这样一个口号 就是说认购一道产品 让我开走一辆宝马 通常被骗人 从异地骗过来进门后 经过一番下马威的虐待毒打 绝大多数新人都会开始表面顺从起来 那时候你能怎么办 他说什么 你就只能听就行了 你没有什么发言权 也没有什么反驳权 当时我们不想加入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子独论 把我衣服多放了 那时候我就想害怕 被他们吓罢了 在暴力控制下 往后的时间里 新人都会按照传销组织里 定好的规矩形式 吃大锅饭 睡地板 整理家务等 都有着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此外 组织内最重要的 还有一系列的教育机制 要求新人每天都接受 洗脑式的培训课程 学习所谓的投资致富之道 都有那个课程的嘛 来到这里之后 就自己回想一下 自己在外面嘛 在外面自己打工这么多年 或者怎么样 得到一些什么 付出了一些什么 然后这样下去有什么用 让他自己 自己去想一想嘛 自己要不要 自己说 做一番事嘛 如果新人 对洗脑课程的内容 不认可 或者是企图逃跑 团伙里的骨干成员 一经发现后 就会以各种体罚 羞辱的方式 急于警告 我当时我也长手 也少不了 我一直都关在家里 关了好久了 因为当时我被他们威胁过 然后那毒人 那毒人就把我走 按那地上 按那个 把桌子上 时间久了 我也怕了 你每天都要去听课 他跟你讲什么 你听不懂 听完之后 他要问你 问你下来 你不知道他要罚你 一段时间后 新人中购买了产品 并最终通过考察的 他们的身份 随即就会转换成为 该组织的最底层成员 被称为老板 老板的主要工作 是继续拉人头 也就是骗自己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通过社交平台 婚恋网 以交友等方式 诱骗其他人前来入伙 从而完成了 从被害者到失害者的 转变历程 传销组织往往利用的 正是人们心中的 那个贪念 那些急于找工作 或者是急于得到 名利爱情的人 更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 因此 面对形形色色的传销活动 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 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 有任何传销组织活动的线索 请及时的向警方举报 让我们一起做到 抵制传销 从我做起 好的 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